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网红YouTuber 也是有帮他打过告告 所以我是觉得是非常责心的 所以一次过他要的那 amount 我就给他了 从那边有大概63千左右 货几十当 而且他就一直说 Semplina那边没有货 所以要等 他现在是答应我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我就问他之后 他这样还要等两个星期 就一直这样拖延下去 然后我也是没有怀疑 因为他当中也是陆续有给我 就是叫我帮他送那些PS5 到不同的吉隆坡地区 所以他的行验手法是 他先给你几台 得到你的新任之后呢 然后他就跟你说他这边会有 很多很多台进来 看你要不要拿 对 他已经拖延了 他在一个讨论中 他拖延了 现在是几台 但他拖延了 两个人都不拖延了 但他拖延了 但是他拖延了 他的Facebook 他拖延都是充当时 他拖延了 你能够尋找他吗 对,没有人能够尋找我 我用这个视频报告来我做说 就在这个图里面 他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个讲述分析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然后最有人去跟我讲 他在在中国啊 在台湾啊 在日本啊 都有很多 而且价钱 会比外面的市场价格便宜一点 所以 一开始我就先跟他订了五set 五set一千percent就是大致的 然后他都有送到里面 然后在那我就有跟他借preorder了 就是 就是这个Model Longer Majority的Model 我借了他差不多有 九set八set 还有十多 那是十八set小致的 然后他一开始是有给到我多 然后慢慢 他就没有了 一直去拖了讲 他在那边连连连 然后就 咱拖大家那边连连 就很多接口 然后挤到人一圈 他的Facebook就 shut down了 在这里世界上 我们做 我们做的是一个投诉 这个投诉都是来自 基隆坡一带的这个受害者 然后 然后我们会协助我们的受害者去写信给Yama 甚至是相关的警区去询问这个调查的进展 那么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底下 我们警方其实是可以以这个刑事发点420的角度来调查 420就是欺骗啦 所以如果是一旦罪名成立的话 是可以被判复不少过一年 或者是不超过十年 这个编试甚至于罚款同时进行的 在这里我也是要呼吁一下 所有的这个游戏机买家 或者是卖家也好 在接触这些卖家带领商 还是批发商的时候 那要非常的谨慎小心 当然我们的今天的受害者 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次的这个 对他们做一个back out search 也知道他是一个有信誉的卖家之后才来跟他交易的 那么谁知道还是会有遇到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当然如果是说 尽量是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那个 那个问题他生的话 最好就是见到的人收获在交钱 那个是最最最没有最好的一个方法 来避免这种被骗的情况 不聊了之后 然后警察那边也没有任何的update 那他家人到了什么事情 他就讲他会follow up with 他的那个supplier but after that 那个supplier也声称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火这个briant也是受 也是被briant打骗的 那after that 这个supplier是叫sansuna opter that 他也录制了一个police repor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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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